秦梓 阿朗 一二字 秦梓 早安 你会不会常常有一个感觉 你觉得你不太知道 你能够做什么 你觉得你很年轻 你觉得你经验的不足 或者训练不够 我觉得我们现在来看 耶利米书的第一章 我觉得它里面 一开始就讲得好清楚 但是我觉得神怎么看 神怎么说 我们好不好 我们一起来看耶利米书 我们从现在开始要看耶利米书 今天我们看耶利米书 第一章第二章 而我挑选的是 第一章的第六节到第九节 他说我就说 主耶和华 我不知怎么说 因为我是年幼的 耶和华对我说 你不要说我是年幼的 因为我差遣你到谁那里去 你都要去 我吩咐你说什么话 你都要说 你不要惧怕他们 因为我与你同在 要拯救你 这是耶和华说的 于是耶和华伸手按我的口 对我说 我已将当说的话传给你 阿们 那个年幼 在圣经里面有时候是指婴孩 或者是指年轻人 所以有一些 圣经学者说 这时候的耶利米的年纪大概二十岁 可能快二十岁或者二十多岁 那个不知道怎么说 只要是缺乏经验 或者是缺乏训练 以至于好像没有资格能够代表神说话 可是神要他怎么样 神反驳他 因为重点不在他 乃在神的拣选 所以 神 告诉他不要惧怕 不要惧怕 其实神在圣经上跟好多人告诉他们不要惧怕 我不知道你记得哪些人 对亚伯拉罕说 创世纪第一章 对摩西说 民数纪二十一章 对但以理说 但以理第十章 玛利亚说 路加福音第一章 对彼得说 路加福音第五章 对保罗说 使徒行传二十七章 神在对他们说 不要惧怕 因为我与你同在 我觉得很特别 神伸手按他的口 那个意思呢 就是呢 要将信息传给他 传给他 借着他的口 要成为祝福的话语 所以你知道我往后看 我就发现 耶利明就很简单 他看到什么 神问他 他看到了 他就说什么 他就说什么 可能他不知道 那个是什么意思 他就说出来了 我也要鼓励一些人 有时候你真的想太多了 问你领受什么 你想太多了 其实你领受到什么 一个意念进来 你就说 你就说 当你越说的时候 神会祝福你 所以我鼓励你们 我鼓励你 我就用这个经文 我觉得你要自己宣告 主我可以的 我可以的 主啊 你要我说什么 我都要说 主你要我说什么 我都要说 主因为你与我同在 我在你的里面 感谢主 真的渴望我们真的能够 长长的受感说话 我们更多的操练 愿我们的受感说话 能够祝福更多的人 愿神祝福你 阿们